O2O電商大時代,由E1Net贊助播出 今天找來E1Net的集團總裁陳美儀,Fionna你好 大家好 當然,我們今集討論跨境電子商貿的優點 Fionna,想問與傳統外貿相比 跨境電子商貿有甚麼優勝的地方? 如果你看看數據,傳統的所謂export增長是少於10% 跨境電子商貿的優點,每年增長超過30% 尤其不論是B2B,B2C,很多客戶針對外國 第二,他們可能不會有時間來展覽 他們都會上網,或者直接去手續引擎 或者B2B平台,直接去找課員 他們可以24小時都找到你了 但Fionna,如果這樣說,剛才你說的增長這麼厲害 如果跨境電子商貿的發展,會否有可能有一天會蓋過傳統外貿呢? 其實這個也不奇怪 如果我們看看Fortune 500號的大公司 20年前到現在20年後,完全都轉了 因為始終有了網絡或電子商貿 很多大公司大企業,不只是中小企業 其實都需要去轉型 反而有些我不轉型 到時過了幾年,是否還在呢? 所以不斷叫做Innovative,不斷創新 有些新東西,適不適合自己的行業呢? 適不適合自己去試呢? 做電子商貿其實都是比較便宜的 以及可以大化一點 嗯,OK 當然,整體來說 跨境電子商貿的優點 Fionna,可否總結一下? 第一,就是快,24小時 以及這是跨境 即是市場更加大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找到你的產品 不管B2B,B2C都可以做到 還有這個就說可以賺回美金 現在你說我是本身某個國家的 那麼Currency不是這麼平穩的 其實做互聯網、美金 即是跟香港、港幣都可以搭配 其實是比較安全的 未來似乎美元都是強貨幣的大趨勢 好,今集麻煩薩基安 E1Net特別送出門票 教你O2O電商創業 即打25919168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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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假授於人 利用其他大型的營銷平台 例如阿里巴巴、Ebay 首先就看看 很多人本身已經有一個網站 同一時間都說 我也是去其他人的平台 賣廣告 或者開一個小的mini store 如果我們說長期來說 當然實際一點 就是自己打回自己的品牌 即是起碼客人來到 不管你是用不同的手機引擎也好 或者是他看到廣告 其實是去了你的.com 來了你的.com 首先就要看看 你這個本身是否在其他平台 也要看看你的網站 或者現在不玩網站 我們就玩平台 什麼是平台呢? 有電子商務、社交網 甚至乎有視頻網 來到是不是3 in 1 都會有在你的網站 我會鼓勵大家 首先投資就做了自己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做了10年後 你始終建立自己的 還有一個database 但是現在開始了 10年後 我只是靠別人的平台 比如某些B2B平台 或者好像Auction這些平台 發覺10年後 無端有一天 發覺會被人封破 也有聽過很多這樣的事件 當那一刻 你才會擔心 我的database在哪裡 客人怎麼找到你 其實已經找不到你 那你就白白做了10年 所以我們的鼓勵要怎樣呢? 首先中小企業要開自己的平台 自己的dat.com market就market 之後就去其他 阿里巴巴也好 或者Amazon也好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我們的合作夥伴 B2B我便放在阿里巴巴 如果你想做美國B2C 我便放在Amazon上 這個就叫分店 分店開了幾間 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你總店 一定要做Marketing OK 大家要記住 E1Net特別送出門票 教你O2O電商創業 即打二五九一九一六八免費 撒取 O2O電商大時代 由E1Net贊助播出 有來自E1Net的集團總裁 陳美儀 美香你好 大家好 今集我們說到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的好處是什麼 很多時候大家 日常生活裡 都會用Search Engine 找他自己需要的東西 但其實Search Engine裡面的排名 對於中小企有什麼實際的用途 或者幫助呢 其實如果說Search Engine 可以分開兩個部分 第一種就是免費 即是大家最喜歡 怎樣可以免費排位 這個我們叫做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另一款就叫SEM Search Engine Marketing 其實不同 為甚麼呢 Search Engine Marketing 就是每個按按鍵 就要付錢 如果長期來說 當然是SEO較好 對中小企有什麼好處 因為譬如我去到某個手續行程 直接打回你的產品的關鍵字 他不一定打回你的名字 打你的名字 當然是你排第一 如果他說 找回你的行業的名稱 或者甚至是地區的名稱 或者是它的產品的問題 他找到你 那你的國際市場便找到你 而且如果SEO 我們要分為英文或中文 我們想說 你一個網站做多幾個語言 按個按鈕可以做八種語言 為甚麼呢 我打英文我找到你 我打英文也找到你 所以就說 你自己的網站 要符合這些東西 好處就是 免費廣告 找到你 那你就生意一定會更多 Search Engine的排名 對於Sales 有甚麼實質的影響 很簡單的 找不到你就完全沒有生意 等於我去過商場 我選擇位 我選擇過頭的位 或者地鋪 為甚麼貴那麼多 因為就找到你 但好處SEO 就是你排頭位 排第一頁 都是可以免費的 甚至乎有些人會覺得 咦?我只有一個網站 其實有一個計劃 那一個計劃是怎樣呢? 如果你去Google 你打一些計劃 一打你發覺 一至十 我不只是排第一 我是有五個位置 那為甚麼可以做到呢? 就是因為我用了跨境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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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 那就可以霸佔多些位置 通通這些是免費的 那你就要知道了 身邊有來自E1Net的集團總裁 陳美儀 Fian Fian你好 好 大家好 今集我們講到 電商的大時代 當中不能劃決的 就是社交平台 其實中小企 怎樣可以充分利用到 網上的社交平台 大家都會很熟悉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這樣可以擴大自己的業務 其實這些不同的社交網站 或者社交平台 都有自己的Membership 那就是方便中小企 打擊自己的人 比如說 我首先就需要做一個Facebook page 那不同的行業 或者一間公司 可能有兩種不同分類的產品 都可以兩個Facebook page 比如說我們公司 我們有一個買服務 我們就做一個FB.com slash E1E 但我們也有另一個 是一個Shopping Mall 我們就做一個FB.com slash E1E Mall 因為我們Post的Content 和客戶是不同的 一個是針對B2B 一個是針對B2C 這個好處就是 每個都可以免費 到時你開發的Content 跟著你自己的Target Market 而且很容易是怎樣呢 Facebook也好 Instagram也好 甚至Twitter 其實可以連結在一起 你可以有些軟件免費的 你設定了一次 你設定了一個Content 是一次過鋪上其他地方 那就省水省力 還有這些的話 是否真的Facebook會賺到錢 或Islam會賺到錢 那就根據你的Content 不要照顧 因為如果你說 我正在做一些事情 跟我的對手是一模一樣 他都沒有Like 你又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就是掛了一個騰 你又要踩下去 反而就想到 可能外國的例子 甚至乎其他行業 嘩 這裡挺好 鋪一鋪這件事 這麼多Like 已經證明了 還有有時候 做Social Media 不能這麼Hardsell 可能要做一些分享 比如我們自己發覺 分享一下 除了我們自己的產品 我可能要分享一下 其他行業的東西 是怎樣用Internet 賺到錢的 他們會發覺 挺好 有些資訊 不要每次來都說Buy Now 或者打個字頭 Discount 他們會發覺 每次來都要我付錢 我都沒有Value 還有這個真正是需要有個Social Media Strategy 其實是要Consistent 不斷地更新更新的 E1Net特別送出門票 教你O2O電商創業 即打25919168免費殺娶 O2O電商大時代 由E1Net贊助播出 身邊找來E1Net的集團總裁 陳美儀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次講到實體店怎樣發展O2O 本身有實體店的中小企 其實怎樣可以利用O2O 促使業務增長 其實因為很多人做的Offline Retailer 都發覺有一個問題 在香港說 租金其實也挺貴的 其實不只是租金 是整個Renovation 裝修 以及你也需要找一批新人去管理 以及擺賣貨 但反過來 如果我把我的Expansion 擺在網上 我可以用我原本有了那些客人 或者原本有了那些產品 只要重新上去 以及我們達到市場 不只是一個地區承諾 比如說 五千公里的人都可以找到你 兼這個店是甚麼 24小時 所以O2O一定是有好處的 因為你本身有一個點 那怎樣去做法呢 見過有個Case 就是怎樣呢 那是否是匯膚品 那是否上網 做了一些Promotion 你填了一張表格 你便免費有一個試用裝 但哪裏拿呢 那不可以在手機上下載 那便要去店 去店 去店後 總共有八萬多人填了一張貨 總共去店後 當然不會直接給那些東西 便開始銷售客人 便發覺 那便多了一百萬 那些銷售 其實不錯 這等於Online和Offline 但現在Online和Offline 如何去做協調呢 Fion 首先 有些人說 我會不會得罪到我的Re-Sale 或是有很多代理商 很害怕 甚至我自己的Sales 都不想我擺東西上網 我做老闆 那怎麽辦呢 你可以安排到不同的分行 整個Tracking Code 不同的QR Code 不同的Promotion Code 當它的網站 你會知道 這是從哪一個分行來的 到時Online找到一個訂單 都可以分給它 那大家覺得 多好 總公司不做過 分分鐘 代理商做得好過你 那一刻你便開始害怕 為什麽呢 當你代理商做得好過你 不需要再同一個Principal 分分鐘轉了牌子 去到另一個 變成你便少了一個機會 所以協調就一定要做的 因為這是本身和將來的趨勢 EvanNet特別送出門票 教你O2O電商創業 即打25919168 免費殺取啦 即打25919168